早安台湾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此刻时间早晨7点06分48秒 我们为您连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我们要请刘老师为大家分析最新最重要的国际药文 老师您早 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谢谢老师您一早接受我们的专访 老师过去这几天以来 我们早安台湾每天这个节目的重点 几乎都锁定在疫情上面 台湾的疫情实在是让人家觉得好忧心 但是尤其是昨天已经提升到三级防疫 全台湾各地各个县市都是如此了 可是好像看来亚洲的疫情 还是也不惶多让也很严重 老师我们怎么去看亚洲的疫情 对这个本来呢我们如果从比较宏观面来看 那么过去在疫情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亚洲做得比较好 那么美国你看每天看美国死多少人 然后多少人会多少确诊 欧洲是怎么样 当时我们讲说这个欧洲也太佛系了 那么曾经有一些预测就讲说 将来疫情如果过了那经济发展的话 那那亚洲会比较快速 亚洲会比较快速 那么就会就现在整个预测就反过来了 反过来了变成欧洲 现在你看人家就马上就解封了 美国现在几乎疫情疫苗打完了 当然你是有钱人 他们比较容易拿到疫苗 那我们亚洲就比较辛苦一点 所以过去常常讲到亚洲的防疫的这个明星 比如说台湾了 比如说新加坡了 比如说越南了 问题都出现了 然后新的确诊的人数都不断增加 不断增加 那么当然也许美国各有原因了 但是整个增加的让大家觉得非常的紧张 那么像台湾这样的疫情这样严重以后 那么所以像香港马上你看住台湾的 办事处也关了 然后对台湾的人如果到香港去的话 你如果没打过疫苗的话 你要隔离21天 打过14天没打过21天 那事实上我们打疫苗的太少了嘛 然后你看新加坡跟香港本来要推旅游泡泡 现在旅游泡泡也暂缓 新加坡二度在封城 那这个越南的这些增加 马来西亚也是 泰国也是 泰国很多它是在这个 在监狱里面 囚犯的这些会是感染比较多 马来西亚最早是有这个变种的这个病毒 然后马来西亚的速度 昨天也是单日新增的 但是最高 那日本方面也是整个又再就又加了封城 所以日本多少的医生 澳洲人的联名就跟这个首相的一些体验 就算了 冬奥不要办了 奥运不要办了 再办的话得了吗 这样这么多疫情就怎么办 那韩国这边呢 也是 韩国你会发现 他的也疫苗不够 不够 所以文在寅总统呢 那么礼拜五月要在 在美国要跟拜登见面 那见面 那其中讲的一个条件就是 美国缺半导体 韩国缺疫苗 那么他们还会换呢 那么我们不是也喊了半天吗 是啊 就是说疫苗 说用晶片不是吗 对啊 换疫苗 结果这么喊了半天 韩国就这样去做了 我们没有 哎呀 就搞得 结果这样子来说 整个亚洲的情势 这样子紧张之后呢 美国在礼拜一的时候 拜登做梦在讲说 他在释出2000万剂这个疫苗 加起来总共是8000万剂了 8000万剂 就美国囤的疫苗太多了嘛 你再不用也过期了 是 所以你就发现 联合国的组织也是呼吁 这些欧美的有钱国家 你们不要囤这么多疫苗嘛 你们都打过了嘛 释放出来嘛 释放出来 释放出来 那当然这个 中国大陆 他的疫苗也多 那中国大陆是 有几个让大家觉得 你眼睛一亮的就是 大陆上本来又 因为控制的不错 忽然发现 怎么又有一点破口辽宁啊 什么时候有点破口 安徽啊 辽宁 然后一下子进去 马上就打这个 注射疫苗 一天打了将近1500万剂啊 这个也是 这个速度之快 也是事实上 过去没有看过 他的表情 行政效率非常快 他的整个的像 以前四五百万剂的 就马上就注射下来啊 就大家都在 都在跟这个疫情来晒跑 看谁比较有疫苗 谁的管理比较能够到位啊 但是现在像台湾来讲的话 就是考虑我们的任性嘛 那么外界 外电也报道说 过去我们的一些 一些奇迹啊 一些什么 那现在是不是面临 最大的一个挑战 所以我觉得就台湾来讲 如果这样总结回来 我们就是要要等到 比如说5月28号 或什么样 有没有看 有没有看我们这个管制 有没有效果 所以这才是一个大的问题 是 老师您提到了亚洲 让我想到了印度啊 印度事实上 过去这天也是很惨啊 对不对 是 印度 印度很惨 印度 印度这一下子爆发出来 这更糟糕的是 很多印度人 他们认为说 这个恒河水可以保护我们啊 所以你看报纸 外电也报道说 恒河上很多的尸体啊 那些尸体 通通都是染疫的人 这一些往生的 甚至河水降下来 那你多少个 多少尸体在上面 那这个扩散 也非常严重啊 所以 所以也就是 而且印度人很聪明 所以在各国 都有很多有钱的 有高位的一些 印度裔的 他们也都呼吁 那么是不是 打击众人之力 来远助印度 那所以 所以印度 印度如果一爆发的话 那么也会 产生了很多的供应链 它都这个 这个造成的冲击 也是影响到 这个世界 所以你看 这样转一圈下来 从日本 韩国 台湾 然后到东南亚 到印度 从东北亚 东南亚 到南亚 这一圈 就搞得 这个人心惶惶 就是这样子 就是一个 其实考验的 美国政府 也考验的 整个国际上的力量 我们怎么做的 全球治理 怎么样的 能够把疫苗 给它发下来 要不然的话 这个是大家的问题 是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 直评为您连线访问 东吴大学政治系 刘碧荣教授 我们先请刘老师 为大家先从亚洲的疫情来看 除了台湾的疫情 我们每天为您探讨之外 全世界 特别是亚洲的疫情 我们今天也放了很多的时间来讨论 我也跟各位听众 可以简单的汇整一下 全世界 全世界的确诊人数 就是COVID-19的 新冠肺炎的确诊人数 已经超过了 16400多万人了 这是最新的一个数据的显示 特别是刚刚老师所提到的印度 印度过去这24个小时 昨天总算新增人数 没有超过30万 这个也是一个另外一个指标 可见大家都开始慢慢的 至少这个警戒心 要更提高才对 好老师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 这个以巴的情势 上个礼拜您提到了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冲突 这个礼拜进展如何呢 对 这里边我们发现又扩大了 又扩大了 就是以色列总理纳特雅夫呢 也还没有决定说 什么时候要停 那么一般来讲说 如果大家停火的话 你要你去找个说辞嘛 就说你如果什么地方 活胜了或什么 你就这样停不下来 停不下来呢 那美国也派出特使到 到以巴去 那中国大陆也表示说 他愿意来调停 到北京来谈嘛 那么法国呢 在这礼拜三呢 可能在联合国再提出一次决议案 是不是希望说 谴责以色列 谴责暴力啊 那么德国的外长 也飞到中东 礼拜四到中东 也希望能够调节 以巴的冲突啊 那么 那么其实美国 最大的原因就是 从 他的最大 就是因为 他如果他今天讲说 让 让这个 联合国的 这决议啊 或者联合国出来调停 那别的国家势力就进来了 本来这是美国的地盘啊 美国 美国一方面 亲以色列 一方面就不希望联合国 去谴责以色列 美国最好 他自己能够调节成功 然后第二 也不希望别的国家 势力进来 在中东搅和 因为那是他的地盘 所以他几次就阻挡了 这个 这个 联合国的决议案 他阻挡联合国的 以色列当然更有势无恐啊 那么 这个升高 以色列当然 他的兵力非常的优势 可是问题是 我们说升高的结果就是 你看这个 这个结果最新的一个新闻 就是黎巴嫩南部 那么也开始对以色列 发动了这些攻击 黎巴嫩南部是谁呢 就是珍珠党 珍珠党是什叶派珍珠党 那么后面当然也是伊朗 哈马斯组织呢 在加拿大走廊的 他后面也是伊朗提供点 一点什么样的 提供的武器 所以这整个局势就是 你不断的话 就不断的 有人死亡 然后冲突不断的是 整个扩散 所以这个也严重 但是美国和欧洲内部 现在都有压力了 美国民主党 他基本上是左派 美国民主党 人家左派的压力 就跟拜登都弄讲 我们每一年 花在以色列身上多少钱 花了这么多钱援助以色列 我们要求他一下 尊重巴勒斯坦人权 难道做不到吗 那就是你不要那么亲以色列 那么在欧洲呢 也许政府也许比较亲以色列 可是太多的这些 这些中东的移民 什么上帝就实为抗议 那么欧洲人也会担心 如果你太亲以色列 会把恐怖主义引到欧洲来 你看以色列 结果恐怖分子 在欧洲内部去点火 那不是严重吗 所以老百姓又压了一个政府 你必须赶快想办法叫停 叫以色列这边要叫停 那土耳其呢 也跑出来 土耳其呢 本来是支持巴勒斯坦的 土耳其是巴勒斯坦是在支持 加萨走廊里面 也去吃的哈马斯 所以在上礼拜三呢 土耳其总统欧尔多安呢 跟普丁也通了电话 通电话说 他当然讲的 我就不可能实现了 然后成立一个国际保护部队 来保护巴勒斯坦人 那么当然 当然怎么可以到人家 到人家境内去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部队出来 但是呢 他表示说他很关切啊 这很关切 就是每个国家 你看像中国大陆说 到北京来调停 那土耳其说 就跟俄罗斯通了电话 然后美国也派了特使 那么德国派了特使 那法国也想办法再提出决议啊 各国都不同角度上 那么对以色列 实施那么不同力道的一些压力 或者呼吁 就是怎么样的停火 大家看怎么停 现在停火呢 他不感觉说 怎么和平啊 什么就是一些 很持续的一个宁静 很持续的一个 一个安静的一个 一个这种情况 那是不是先停了再说 那现在 现在就看看 这个礼拜到底能不能停了下来 可是老师 我觉得很 我看这样的这些国际的新闻 我不懂啊 就是说 为什么以色列不动如山啊 他是不是已经 一定有什么利益 一定要护卫着 所以他不愿意接受 任何各国的这个调停或说服 对 当然 当然他是觉得呢 第一个就是哈马斯组织对以色列是有敌意 然后以色列就趁机就把哈马斯的这个领导阶层给干掉 这是 然后呢 哈马斯跟这个埃及的西奈半岛那边常常就有地道嘛 他地道很多武器从那里来 他趁机再把地道再给他封 再炸一次 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纳拉雅胡他本身 以色列内政不安 内政他选了四次大选之后呢 一直都没有一个多数政府 所以一直都是看守政府 看守政府 那是可能要再选 纳拉雅胡本身还有案子 还有一些选举的一些弊案 在审判 好了那现在怎么办呢 那现在就是他用这个特冲突击起来以后 就说你看 我面对这样的威胁 这样生存的威胁 能够挣钱换将吗 那还是支持我吧 所以反对党就说 你看你用这个方法证明 你的政策是失败的 那赶快把它换下来吧 但是纳拉雅胡明白的 就是讲说我用这种方法 希望能够支持 说不定的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代价 这里面我们刚没有谈到的问题 就是以色列内部的问题 以色列内部本来有阿拉伯裔的 以色列人 他们当然也占了 基督徒占了20% 他们也有他们的政党 所以当以色列 以色列内部两个就是朝野政治僵局的时候 阿拉伯裔的以色列的政党就变成造王者了 他就可以说哪边要找我加入联合政府 我把我的势力加入哪边 你们这边就会赢 那这样阿拉伯人的利益 在以色列内部就可以得到一些重视 就像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人打的这样子以后 这个也造成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裔的跟犹太裔的 在以色列内部也在街头想斗啊 互相攻击 那在这种情况下 阿拉伯裔的政党就不方便说 我再加入任何一边以色列的政党了 但是他就不能加入以后 他原来一个机会 造王者的一个杠杆就没有了 那么以色列的内部呢 他也还是僵局 那这样子整个局势算下来 不是又便宜了那台雅虎吗 所以他很厉害啊 一任一任的总理当下来 怎么搬都搬不到他 这人太优秀了 好 这个关于这个尾巴的冲突 我相信不但是台湾这个媒体有关注 全世界媒体都关注这个话题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这评为您连线访问 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我们请刘老师解说重要的新闻外电 刚刚呢 我们先请刘老师解说了很重要的亚洲的疫情 还有就是尾巴的冲突啊 这个这个礼拜以来看 我们接下来看一看 下个礼拜是不是会稍见和缓呢 另外我们来看看 哎 老师啊 这个中国的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啊 最近有了这个成绩出来 老师我想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 他这个这个这是一个太空竞赛 那太空竞赛呢 中国大陆呢 他在这个这方面是取得了一些成就 这成就是在5月15号礼拜六清晨的时候呢 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搭载的叫助容号火星车 你晓得我们中国人呢 这助容就是火神嘛 是 火神助容 他的火星车 这个助容号 最后呢 成功登陆了火星 这火星就是 就是 就是那么 在中国来讲 这是第一次 第一次成功 那么也是继美国之后全世界第二个登陆火星的国家 那么美国呢 过去到美国很多次了 勇气号 机遇号 好奇号 毅力号 火星车 那么在2004年1月到2021年2月呢 就好几次登陆 那这次呢 中国大陆的这个呢 是2020年7月23号发射 发射以后大概大半年的时间呢 今年2月10号进入轨道 这轨道就是它落地的地方呢 是火星北半球 他们就 当然我们地球 地球人帮 标的叫乌托邦平原 南部的一个 预选登陆的 在这区域 所以它在 它在里面登陆区域 然后大概在 在这个火星上 要待90个火星日 我们上讲地球日嘛 它是火星日 火星日 一个火星日 比地球日长一点点 就24小时 39分钟 然后要探测 一些火星的地质结构 因为火星是 火星是最向地球的一个 一个行星嘛 一个一个行星嘛 那最向地球 它也有大气层 然后就说你看 不管是 也许在月球 设了太空战 然后下一步 怎么样去移民火星 探测火星 这是各国也展现科技 然后展现它的这个 这个太空上的这个成就嘛 那你说像中国大陆这点 所以中国大陆 有几点都不错 它标榜的就是 不管是上火星 不管你是 你是在往下到深水的潜水 上穷壁落下黄泉 它这点都有它的成就 但是一个大的问题就是 你如果在什么火星 或你什么样的科技 也什么东西 很多东西还要 对基础科学的研究 还是要抓在手上 比如说晶片 那你如果没有的话 你太空战就建不下去了 那其实很多东西 现在的成就 实际上是不错 这是世界上第二个 打的第二国家登陆的火星 表示它的太空科学水准 到一定的水平 但是材料科学 晶片这方面 如果不行的话 可能还是无以为己 所以这是变成 先为什么半导体晶片 变得很重要 原因也在这里 是老师 那这个中国是第二个 成功登陆火星的国家 那等于对整个太空竞赛 参与太空竞赛的 这些国家来说 其实也是个很大的压力 大家都想拼 俄罗斯 欧洲 印度 都想拼 过去 以前最早就拼月球 月球 很简单 很多国家都上去了 没什么了不起 那现在是火星 到习近平也很高兴 那就是中国大陆也讲 说 而且火星车整个上来 就表示 中国人跟美国是拼起拼做的 你当然你比较优秀 你上去那么多次 但我们终于也敢 就是中国人也赶上了 所以这点 算是 算是中国大陆 算是一个 可以自豪的一个成就 好的 各位听众 现在时间已经是早晨7点24分43秒了 今天 这评在访谈单元中 为大家连线访问的是 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我们请刘老师 针对三个重要的国际药文议题来讨论 一个是 在亚洲的新冠肺炎疫情 另外一个就是以巴情势 最后我们也看到是中国的天文一号火星探测器 成功登陆了火星 这几个新闻都受到大家的瞩目 老师 谢谢您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